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位喇嘛在1964年相遇 1971年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 且一直为了把佛法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 1984年耶席喇嘛原籍了 梭巴仁波切一间独挑起领导部联会的重任 以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的悲愿 使至圆满上师耶席喇嘛的遗愿 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尼勒大佛 促使大乘教法常驻于世 任波切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 中年马不停蹄地走访全球各地 推动种种弘法立身的事业 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 任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 任波切常说 如果我活着的时候 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 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轮回篇 无时轮回以来 直到现在 我们不断地经历轮回苦 连一秒钟都没有中断过 在灭尽业和烦恼 斩断轮回相续之前 我们还会一直受轮回苦 轮回意思是有漏 漏的意思是烦恼 如果一个人有烦恼 就会再度在轮回中转身 从轮回落入轮回 尤其是堕入恶去 这是烦恼的作用 身心和和的足运 是液和烦恼的染污种子造成的 本质是苦 成为未来轮回的噪音 轮回是一直转动循环的现象 诸运的轮回 没有开断 无始相续 这是轮回的基本苦 在轮回中 财产 人际关系 始终不定 尤其是人际关系 有 敌 陌生人 一直在变化 这是迅速 迅速不定 之苦 在轮回中 没有新鲜的享乐 也没有新鲜的苦难 问题 以前没有经历过 无始以来 所有轮回的一切受用 享乐 一个人都经历过无数次 这是不满足之苦 我们无数次获得人生 然后去世 我们得到过的一一人生 所有的骸骨堆积起来的话 会遍满虚空 毫无间隙 这是数数舍身之苦 菩提道次第总说 累世母亲不可计数 今生获得这个人生 看起来很洁净 我们非常爱惜它 原先它是研制父亲的精子 及母亲的卵 血 再往上推 得自父亲的精子 又是来自父亲的父亲 卵 血也一样 推缩起来 是得自母亲的母亲 不妨把这个身体 观想成马桶或化分尸 装满臭味强烈的 分尿排泄物 里面爬满的虫 这是数数受胜之苦 虫高 中壁堵落 积聚 中壁消散 会合 中壁别离 深 中壁死 在轮回中 想进高位 必定堕落 不管积聚多少财富 最后必定是消散 最后必定是消散殆尽 和亲友等人会合 最后难免要别离 不管喜不喜欢 事情必然 事情必然这么发生 因为这是轮回的本质 这是数数高下之苦 一个人出生的时候 独自来投身 死时也孤零零零的走 没有人会陪伴自己 躲地狱 无人会来问问 不管有几十亿个朋友 到时候一个都带不走 在地狱受苦 没有人会来分担 这是无有半之苦 不管身处何处 它都是苦的地方 无论有什么愉快的事物 不过是苦的饗宴 无论有什么伴侣 也只不过是苦的伴侣 禅师过轮回的过患之后 应该下结论 轮回的一切 本质是苦 没有什么值得执取 也没有什么好称恨 执着自己的身体 环境 财产 没有任何利益 我们最重的病 就是不知足 享乐的目的 在获得满足 但我们越是跟着欲望跑 追求生死里的快乐 就越不能获得满足 却在轮回里长期受种种苦 后果只是如此而已 苦是轮回 是轮回唯一的本质 丝毫不值得执取 因此务必尽量利用这个人生 为解脱轮回做准备 即使今生达不到解脱轮回 涅槃的境界 起码要尽力修行到此地 尽量预做准备 趋近解脱的境地 问题只是我们看不到过去 我们不记得 假设能记得所有过去事 所有经历的痛苦 那么一刹那或解脱 就会让你受不了 确实是这样子 没有解脱 你会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连一刹那都无法忍受 还继续留在生死中 凡事导致苦的作为 都是恶业 通常都出自无名 贪着或脑害的发心 你遭遇到的任何伤害 无一不是来自你自行 你过去的恶业 依照业的自然法则 伤害别人 就会伤害自己 反之亦然 若要他人爱你 就要先爱他人 若能帮助或利益他人 他人自然也会帮助利益你 业的因果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如何造下恶业呢 当我们出于思念或妄念 而造十恶业时 就是在造恶业 所谓的妄心 是指无名 执着和称怒 十恶 包括三种生业 杀生 偷盗 邪淫 四种羽业 妄语 两舌 恶口 奇语 以及三种异业 贪欲 称惠 邪贱 为什么诸佛菩萨 对那些比较恶劣 持异端邪说 有较多自我爱惜心恋的人 会有更多的悲心 因为他们造更沉重的业 菩萨更为珍惜这些友情 因为他们受比较多苦 根本密序众说 一个人若是经常清帅 不自觉 小小的恶行 也会对生与异 造成巨大的伤害 就像毒蛇的毒液 迅速破散全身 日益恶化 终止危害生命 如果我们需求安乐 不想遭逢困境 即使只为世俗的成功 获得今生的安乐 避免困境 真正的解决之道 是进账极之 聪明才智和教育 不保证你能成功 那仅是成功的祝愿 聪明而且受了高等教育的人 却事业失败或找不到工作 这是一个征兆 显示他们还没有尽处恶业 而且他们没有造善业 功德 以致获得他们需求的成功 生命中的一切成就 包括日常事物的成就 如家庭 友谊 事业 健康 财富 权利 都有赖于禁除恶业的障碍 以及不造更多恶业 进账的禅修 是破除烦恼最重要 不可或缺的方法 就如文殊菩萨告诉中克巴大师的 迅速实证菩提道的方法 就是要做以下三件事 第一 修持进化 积聚功德 第二 向上师其请 第三 修心已迈入菩提道 佛陀的教法中 曾解释 每个人有不同的业 有些人经历某件事的时候 极端痛苦 其他人却把同样的事当作享受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这些事 我们无法期待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业 在到达菩提道次第上 无死的境界之前 你都必须要死 而死亡随时会发生 所以你现在就必须为死亡做准备 你必须禁除所有过去式的恶业 这样就不会留下任何多恶趣的因 只会有投身散去的因 此外 你必须尽量累积最多的功德 如果你不禁除恶业 你将投身恶趣 再三成为地狱到众生 恶鬼或畜生 永无止境 必须受苦 所以你现在就必须禁除恶业 如果你现在无法忍受癌症 你将如何忍受恶趣之苦 在恶趣的友情 必须受难以置信长时间的苦 这比所有人道的苦 加种在一起 还要苦上十亿倍 财富并没有意义 因为它不能禁除恶业 只有修持佛法 才能去除或避免造成自己受苦 什么是这一切背后的力量 根本的原因是业力 所以禁除过去的恶业 且不再造更多恶业 是多么重要 换句话说 修持佛法多么必要 佛法是所有人生问题的解答 是从一开始就避免问题升起的唯一方法 以身口意造扇叶 好比推一块巨石上山顶般艰难 造恶业 却好比岩石从山顶滚下来 或瀑布从山上冲下来般 非常轻易 不由得就发生了 恶业和烦恼的升起非常多 非常强 不由自主地发生 如果你不由自主地造恶业 例如杀身 偷盗 邪淫 妄语 离间语 出恶语 奇语 贪业 撑业 邪剑 食不散业 这都是由于习惯及过去的喜气 星星之火足以燎远 如果认为一项微小的恶业太小 便不尽住它 由于一直被针 它变得越来越严重 实际上 它可能会伤害我们好几世之久 教法告诉我们 智者的恶业重燃重大 会变小 而愚者的恶业虽然微小 却会变重 帕朋克 任波切说 我们死的时候 应当使自己的心舒坦 安乐 这是指 死的时候 应该有不必害怕 堕恶趣的信心 造恶业好比向银行借款 必须付很高的利息 要遏制由恶业导致的一切苦难 使内心舒坦 安乐的方法是修三十五佛除账法 一旦我们的心清净了 障碍就会越来越少 在掌中解脱中 帕奉克仁波切小玉 进藏集之比禅修菩提道更重要 我认为这话非常实在 有些人只做一些礼拜当前行 就会发现这对他们的心产生功效 他们的心突然变了 开始升起一指心及强力的悲心或强烈的出离心 当然这要看恶业和无名障严重到什么程度 中克巴大师每天睡觉前都持三十五遍的三十五佛明 中克巴大师往往说 睡觉前持送三十五佛明三十五遍 我这个比丘就会以舒坦安乐的心上床睡觉 这时指不必挂虑恶业或堕入恶趣 如果你每晚睡觉前都能念诵三十五次的三十五佛明号的话 你每天都能以很欢喜清安的心入睡 集体礼拜三十五佛时 如果只有一个人念诵佛明 就只有那个人获得由念诵美尊佛明而尽除好几节恶业的利益 其他人只是礼拜而不辞明 便失掉所有储藏的部分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 不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帐号50016766 50016766 沪明台湾救狗协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特为病苦者旗见49天药师法会 恭请会信法师主法 日期7月20日农历6月3日起 至9月14日农历7月30日至圆满 时间每日上午10点半 逢星期三休息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洛尔段 345号 欢迎为一切有需要的毛海立牌位 欢迎十方大德一起为世界祈福 为一切有缘众生 消灾征服首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目佛恩 欢迎提早来电报名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 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大德 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 敬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洛尔段 345号 中文字幕提供 若元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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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台 若元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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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老的东巴画是最具特色的纳西族美术遗产 一般分为地域、人类、天界等部分 画面色彩鲜明、艳丽 人物造型生动 主要在表述生活作息和造恶受惩 为善得乐的因果观念 既受藏传绘画艺术影响 有具有纳西族传统风格和特色 我们纳西族的东巴教 它把整个宇宙分为三层 天堂、人间、地狱 做好事就上天堂 做坏就下地狱 其实这个或多或少跟佛教是有关系的 大家来看这幅 这个人是一个残舌妇 搬弄是非、嚼舌桶 残舌妇的下场就下了地狱 然后小鬼就把它的舌头拉得很长 看到没有 然后牛在上面离地 其实地上经里面也讲到蚕蛇根里 就告起我们要注重口语 不要乱说话 不要引起作为的灵灵不合 这幅图我们叫做青蛙八个图 只要看到这幅图一定就是那些族人的了 青蛙八个图 传说就是金色的大蛙把一本绷搭金属吃了 天神生气 射了它一箭 箭从腰中间射过来 箭头是金属做的 箭尾是木头做的 青蛙临死之前口吐鲜血而完 雪代表的是火 青蛙临死之前杀了三敌廖 代表的是水指的是正北方 趴在一块土块上死的 金属指的是正西方 木头舌正东方 所以金木随猴土 包括它的四十角代表 东南西南东北西北 几个方位就有了 是我们那些族东八用来占卜与算命的 跟我们的道教八卦有些训练 我们知道 但是没有受到八卦的影响 周围的这十二三敲 这些是受到我们汉族的影响了 让大家再看一下这边有几个字 这几个字代表是东南西北 代表是方位 东八文化最令世人瞩目的是东八文 它是世界上少数还在使用着的象形文字 被誉为是文字的火化石 创造于一千多年前的东八文 有一千四百多个单字 丰富的词语 能够表达细腻的情感 能记录复杂的事件 亦能写实作文 如果单单把这个字拆开来 这个字呢 它是素的 是这样子写的 它代表是有驴性驴性词性的这个字 这种文字呢 它是这样子的 如果一棵树是大树 一个朵花是漂亮的 它就会标上旁边 标上这个符号 那它的意思是很漂亮的树 高的树 那就是说我们创造字的时候 凡是好的字眼都会加上这个字塔 也就是说明一个问题 创造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女人的地位是很高的 甚至男人的地位很高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 摩合波哲波罗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ngled陈花 你一个人的地位 请者 杨树 都很高 因为 你很高 我会来 中国东西 新庆传细 早送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